我帮你收回了一下 就是第一点呢 大家现在都质疑你前面说的 和实际你现在要的薪水不匹配 如果你有可能的话 逻辑梳理一下 重新给我们解释一下 毕竟还有几个没灭灯的 第二个呢 我想问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对应用管理岗位了不了解 如果能了解呢 就说一说他 你心目中他是干嘛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说一下 你自己认为你的创业经历也好 学校经历也好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最希望我可以帮你看一看 你适合什么岗位先进去 对 这两个问题挺好的 你想想清楚再说话 陈浩那你就死了心吧 来 好好回答 我觉得这个运营管理岗 就是公司给制定好大方向 然后我们带着团队去执行 然后去监督 还有制定一些这个营销规划之类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我自身优点 就是比较踏实比较务实 而且执行力比较强 善于发现商机 而且还有一定的规避风险的能力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我平时创业 基本上就是不用花钱 像在辽政大学开店 然后就是按照山东省电信这个政策 然后他给报销房租 空手套白狼 对 然后 然后就是接着就是进行出货 因为手机 手机这个价格比较高 进货的话花钱也比较多 然后这个时候 我都会找这个手机供应商进行谈 能不能卖完先给钱 然后我们这个销量也比较好 控制成本 对 再一个就是装修这一块 你开店的话需要装修 装修这个就找OPPO和微博谈 然后他们在我们学校打品牌 然后给挂上这个灯箱 还有宣传之类的 铁公鸡一毛不拔 所以说在传统 大家认为开一个店 需要投资好些钱 然后基本上我都是 不用投钱 就能把这个店做好 所以综合你刚才所说的 最大的能力是规避风险 就自己一点风险不承担 还把钱赚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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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 所以你去陈昊那儿更危险 所以陈昊灭灯是对的